MAKE THE GROUND SHAKE Hello 江江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怎麼樣使用GOD PARK 那首先你必須進入到這個淺紅寺 到淺紅寺之後呢 最上面有一個GOD PARK的一個 中心 我先 進到裡面 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那前提是你要先對應到你的POKEMON GO 點選這個帶寶可夢來 然後選擇一個 藍位 然後配對到你的ID 一次可以帶50隻 總共可以帶1000隻 然後搜尋POKEMON GO 我先叫出我的手機 選擇POKEMON GO 然後右上角這個可以傳送到我的 NAS SWITCH裡面 然後選擇我要傳送的寶可夢 來再選噴火龍 再來選誰呢我想一下 傳奇的角色不能傳喔 嘴劍龜 牙嘴火獸 本泰羅 龍龍石 拉普拉斯 大顏色 我考慮一下因為進去之後就出不來了 有點像是交換的 好選誰呢 貝克獸 貝克獸 化石翼龍 隨意步 好啦按下去YES 開始傳送了 傳送到 Switch OK然後我的Switch就會收到這個 接收 來什麼需要嗎 我要進入這個Gold Park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寶可夢 這是目前我轉進來的 OK然後到這裡面 有點像是一個公園喔 然後去找我剛才丟進來的寶可夢 然後想辦法把它抓住我 在上面 肯太羅 來捕捉一下 做捕捉 Gold Park裡面的寶可夢 會與原先的Gold Park是不同 不太懂他的意思喔 來我們先丟 先餵他吃果子 先 這什麼先讓他吃香蕉 不要生氣啊 OK一下要抓住了 有些還不太好抓啊 我以為 丟進來Gold Park之後是直接算入我的背包裡面 結果不是啊還要另外抓喔 我至少他不會跑走 沒有我是說他會跑走但是他不會跑不見 他就會在公園裡面 等著你去抓他 OK我猴怪升級了 忘記其他招式嗎 地球上頭是什麼招式啊 換掉好了 看起來顏色不太一樣 於是 學會了地球上頭 哈哈 哇登入到我的寶可夢了 先把他放進我的包包裡面 我剛剛有傳送一個 魔偶進來我們來看一下在哪裡 哇好多隻喔 轉過來了耶 還可以推著走 看到這邊啊 好可愛喔 捕捉他一下 魔牆人偶 哈哈哈哈 喔喔喔喔喔 跳來跳來跳去的 唉唷拍蚊子喔你 丟他丟他 因為他吃果子啊 剛才是橘色 為他 為什麼是這樣 剛才出現紅色的圈圈圈耶 欸跳出來跳出來了 差一點點 哈哈 蛤 吊漆啊 我跑出來了 我要吃果子好了 你看 為他的時候變紅色 丟 又跑出來了 怎麼又跑出來了 撇嘿 反正斜的不好丟 唉唷 這次一定要中 欸!Excellent Excellent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喔 漂亮啦 升級了 升級了 因為他們等級都很低喔 10幾等而已 不到20 登入到我的圖鑑了 10幾等 那我們現在先退出 返回櫃檯喔 因為我要把他們加入我的隊伍 先把一些用不到的先把他退掉 加入同行隊伍 加入同行隊伍 同行隊伍 位置 就是要把他變成第一個啊 OK 一起走好了 一起走 哇!出來了啦 哈哈! 好大隻喔 超可愛 欸 拍手啊 可惜這邊抓住的 都不能轉出去啊 如果他可以開放轉出去就太好了 不過對某些人可能不太公平 因為如果你有抓到比較稀有的寶可夢的話 因為如果你有抓到比較稀有的寶可夢的話 因為我記得他說稀有的寶可夢 這邊抓到都不能出去 不能回到狗 好像是單向的這樣子 我們現在可以用瞬間移動的方式到別的城市喔 我們現在可以用瞬間移動的方式到別的城市喔 先去哪裡 去打低等的怪好了 去打低等的怪好了 藏青寺啊 這裡會遇到怪嗎 這裡沒有比較好的怪啊 我們回去原本的地方去打怪好了 那這邊可能會比較硬 因為對方的等級比我還多喔 將近一倍喔 我覺得我會被電爆喔 水槍好了 水槍 欸 我都還沒反擊 馬上就倒了啦 青寵物啊 一上陣就掛了 我們只好用皮卡丘來墊一下他了 一進來的寵物如果低運的 本身的寵物的等級的話 可能就 不但還要打 那就是可能要帶出去玩 玩Pokemon的時候可以增加一些經驗值 就可以獲得 升級的部分 然後升級完之後呢再進來 來對打可能還比較有效率喔 看原本我的 皮卡丘等級跟他差不了多少 就可以造成傷害了 差個10級就不行了 皮卡丘快掛了 太好了 還終於過關了 終於過關了 OK 那我們這一次 OK 那這個介紹到這邊啊 喜歡幫我按個讚 好吧 那 多多分享一下 下次再見 掰掰 字幕志願